四孔齐开 每秒泄洪34000立方米 中国三峡开闸泄洪现场视频火遍全球 外媒警告 有溃低风险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 欢迎您观看中华振兴的科普视频 若您感觉节目内容颇具吸引力 我们诚挚地邀请您点击订阅 以便您能够持续追踪我们每期节目所带来的新鲜与启迪 不错过任何一份精彩 三峡水库今年首次开闸泄洪 这让很多人有点不理解了 长江中下游区域都出现了洪水 为何三峡还要进行放水 的确 这令人比较疑惑 觉得奇怪了 毕竟三峡水库拦住了水 长江中下游区域的水也才会少一点 这样出现的降雨连锁效应也就更少了 不是应该多拦截水才对吗 下面就详细给大家说明一下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先说明一下这个三峡水库 其实三峡水库只是我国三峡工程之中的一个小部分 当然也是构建最为重要的部分 三峡水库是三峡水电站建成后蓄水形成的人工湖泊 而对于整个三峡工程来说 其作用非常的大 甚至可以说改变了我国长江流域的格局 它主要是由蓝河大坝水电站和通行建筑物三大部分组成 三峡大坝全长2335米 坝顶高185米 正常蓄水位175米 总库容393亿立方米 防洪库容221.5亿立方米 相当于四个分洪区的库容 的确 在三峡工程修建完成之后 给我国带来了不少的成就 主要分为三大块 也就是它的作用价值 第一 三峡建设完成之后 改变了我国清洁能源的格局 因为三峡工程发电效益可观 根据2023年7月公布的一项累计数据显示 三峡电站首台机组投产发电整20年 20年来 三峡电站已累计发出16000多亿千瓦时清洁电能 三峡电站共安装34台水轮发电机组 总装机容量2250万千瓦 年设计发电量882亿千瓦时 是我国西电东宋和南北互工的骨干电源点 电能昼夜不息被送往华东、华中、广东等地 所以 三峡的发电效应非常强 这个作用就是改变了电力市场 第二 三峡的水上运输效应 在2023年 三峡工程全年运行情况总体良好 三峡枢纽通过货运量17234万吨 同比增加7.95% 再创历史新高 而在2024年上半年 三峡枢纽通行繁忙有序 共通过船舶20600多艘次 货运量超7400万吨 其中 三峡船闸通过船舶17900多艘次 过闸货运量超7100万吨 三峡生船机通过船舶2700多艘次 客运量近25万人次 第三 三峡防洪 抗旱效应 这个应该是不少人最为看重的一点 的确在三峡大坝建设完成之后 改变了我国长江流域洪水问题 其中 全面发挥防洪能力之下 使长江京江河段的防洪标准 由10年一遇提高到100年一遇 有效保护长江中下游平原地区 数千万人口和数百万公顷耕地 免受洪水威胁 而对于抗旱 在2022年我国长江出现干旱 不少人应该看到了 就是在这个时候 三峡水库进行联合调度 多次进行长江中下游区域的水源补给 以至于缓解了下游的干旱 所以 三峡大坝的作用非常大 这是哪个作用也是其价值最高的说明 还有其他的问题 这里也不说明了 但是从三峡水库的放水问题 这就是下面大家讨论的关键点了 7月10日 长江水利委员会对外宣布 将分别于本月10日14时 18时各开放三峡水库的一个泄洪孔 预计届时出库流量将从2.7万立方米每秒 增加至3.1万立方米每秒 这是2024年三峡水库所进行的首次开闸泄洪 然而却引起了诸多国人的疑惑和不解 要知道自步入6月中旬以来 长江中下游地区多地出现大暴雨 上月28日长江2024年1号洪水在中下游干流行程 7月2日起洞庭湖入江口以下河段全线抄警 在长江中下游洪水未退之时 本应调洪蓄水的三峡大坝却要进行放水 这未免令人感到有些不合时宜 那么国家为何要在此时开闸泄洪呢 三峡大坝对于长江中下游而言又意味着什么呢 三峡大坝由兰河大坝水电站和通行建筑物组成 而三峡水库只是水电站建成后的蓄水湖泊 位于长江干流之上 整个三峡大坝全长2335米 坝顶高185米 正常蓄水位175米 水库总库容393亿立方米 防洪库容221.5亿立方米 为什么广大民众质疑三峡水库开闸放水 有些不合情理呢 因为2024年是鄂尔厄诺次年 全国多地爆发极端天气事件 北方地区自5月以来 多地区平均气温在40摄氏度以上 南方地区却突发洪涝与山体滑坡事件 尤其是广西、广东、福建、安徽与湖南等地区 灾情尤为严重 根据应急管理部统计 整个上半年 各类自然灾害共造成全国3238万人受灾 失踪322人 倒塌房屋2.3万间 耕地受灾面积3172公顷 造成直接经济损失931.6亿元 6月18日 长江中下游进入梅雨季 与世之大近十年来实属罕见 长江委水旱防御局介绍 今年6月 长江流域降水高达212.7毫米 比近30年来 同期均值要高出19.8% 其中中下游更是高出40% 并未还呈现出洞庭湖和鄱阳湖两湖同发的罕见景象 汛期以来 洞庭湖流量比历史同期偏多4成以上 鄱阳湖更是偏多一倍多 截至7月4日 长江流域发生干支流编号洪水21次 超景站点460个 超历史水位15个 预计长江中下游高水位还将持续半月之久 为了应对汛情 应急管理部下达18.22亿救灾资金 调运8361万元抗灾物资 组织11万人次参与抢险救援 在长江中下游入梅雨季节以来 长江尾上级安排 积极调度三峡水库 累计蓝续洪水多达83.4亿立方米 有效降低长江中下游 莲花塘 汉口 九江等洪峰水位 减轻了多地区的抗洪压力 前期的蓝节也导致三峡水库水位上升明显 截至7月10日已经上涨至159.9米 比往年平均水位要高出15米 是三峡多年运行以来的同期最高水位 同时 从7月8日之后 长江流域的降雨区已经从中下游转移至上游 三峡水库的入库流量当日已经达到了每秒3万立方米 7月11日最新数据 三峡水库入库流量暴涨至5万立方米每秒 当天水文局便正式宣布 长江上游已经形成长江2024年第二号洪水 根据气象预报 未来十天内泯江 嘉陵江等诸多滞流均会出现多轮涨水 三峡水库在本月中旬将会伴有两次强涨水 这也意味着水库蓄水将会逼近库溶极限 并且还要继续面临后期上游洪水的严峻考验 所以为了整个长江流域 三峡水库不得不进行开闸泄洪 为蓝洪消风做准备 经过长江水利委员会的共同商讨 之后将会根据上游流量情况 同时调度其他支流水库配合蓝洪 势必要做到统筹上中下游防汛需求 确保整条流域的防洪安全 根据了解 截至2024年所有纳入长流流域联合调度的水工程中 一共有53座控制型水库 总调节库溶高达1169亿立方米 防洪库溶为706亿立方米 其中包括三峡集团的乌东德 白鹤滩 西洛渡 向家坝 三峡水库等9座水库 共计总库溶为425亿立方米 占比36.4% 防洪库溶则为389亿立方米 占比55.2% 相信在水利委员会的妥善安排下 长江全线定能安全度过本次年度汛期 自2003年蓄水以来 三峡水库累计为下游补水 多达3396亿立方米 保障了长江中下游生活生产以及航运需求 在汛期 三峡水库发挥国之重汽的防洪作用 累计蓝洪66次 其中20次洪峰流量一度超过每秒5万立方米 可谓凶险万分 并且在汛期过后 三峡水库按照科学安全的原则有序恢复蓄水 连续13年实现175米安全蓄水目标 三峡大坝不仅是防洪工程 它是集防洪、发电、航运、水资源利用于一体的综合级工程 在水利发电方面 中国三峡是全国最大清洁能源集团 全球最大水电开发企业 三峡电站更是世界装机容量最大电站 总装机容量高达2250千瓦 2020年 三峡电站发电量突破至1118亿千瓦时 创下世界纪录 头月20年来 三峡电站累计发电量为1.6万亿千瓦时 满足了华东、华中、广东地区的居民用电 现今的三峡电站 已经是中国西电东宋和南北互工的关键电源点 1.6万亿千瓦时清洁电能什么概念 相当于替代煤电4.8亿吨 减少二氧化碳排放13.2亿吨 为祖国环保事业做出了积极重大贡献 同时还助力我国打造清洁高效的能源体系 航运方面 三峡全线建成后 累计消除1000多处险滩 航道年单向通过能力从1000万吨提高到5000万吨 实现全线365天24小时无休通航 让长江上中游成为名副其实的黄金水道 一举带动周边区域经济发展 今年5月 万吨级江海直达船创新5号货轮 通过三峡大坝进入长江上游 最终抵达重庆 整个航行时间较以往缩短14天 自2003年通航以来 三峡船闸货运量一连11年保持在1吨以上 仅今年上半年 三峡累计通船2.06万艘次 货运量达到7400万吨 为长江航运高质量发展提供强大支撑 水资源配置上 三峡大坝也发挥着重大作用 长江中下游每年1至4月的自然流量 为3000立方米每秒 会导致城镇用水出现压力 但在三峡水库的补水下 水流量能直接翻倍提升到6000平方米每秒 彻底解决短期用水紧张难题 最后就是环保上 三峡在长江环保建设和生态修复中 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 三峡集团珍稀植物研究所保护的 特有珍稀植物品种 达到1256种 三峡工程保育了32种中华巡在内的珍稀鱼类 共放流中华巡超504万位 2011年之后 三峡水库便实施四大家鱼繁殖生态调度 致力于促进珍稀鱼类自然繁殖 推动长江生物多样化繁衍 作为一个03年投入使用的国家级工程 眨眼间三峡大坝已经过了而历之年 而在之后的百年光阴中 它将依然屹立在湖北宜昌 是带守卫着长江流域的子民 好了 本期视频到此结束 喜欢的可以点击订阅 谢谢您的观看 我们下期再见